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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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组执行人员正在寻找被执行人徐宇峰 2018年 徐宇峰向刘少军借款67万 到期后却不肯归还 法院判决之后 徐宇峰却玩起了躲猫猫 始终是行踪不定 谁也找不到他 去他家最少去了五六次 然后通过他们家外面的厕所床户 多次查看 军没有看到有人在家 然后我们 也多次联系了申请的刘少军 但是刘少军说 也暂时找不到他的踪迹 12号中午 执行法官突然接到了申请人 刘少军打来的电话 声称发现了徐宇峰 他说他在 我们万载一个 一个小区里面 说拖住了他 执行人员迅速赶到现场 将被执行人徐宇峰 拘传到了法院 而当得知 将面临司法拘留的处罚时 徐宇峰当即表示 立刻还钱 徐宇峰这边以26万 先期先付26万 然后分期支付 剩余款下来解决这件事情 拘风行动 有条不紊地展开 数名涉案的被执行人 被陆续拘传到了法院 启动执行这边案件 然后有些是新案子 包括19年的 包括2020年的 但是有些也是13年的 中本案件 人家以为这终结本质执行 就是以后不执行的 其实不是这样的 会按时机 就是说定期 定期或者不定期的 去梳理一遍 认为有些有执行能力 有执行可能的 我们就会去启动执行 然后还有一些 就根据当事人的反应 就是他有新的财产线索 向我们反馈了 我们也会及时去执行 我们就会去执行